今天介紹一下瑞鋒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面板 面板雖然是金皮的輕航 但整體看起來好像輸蠻多的 金改的Unicon 其實算是輕女兒 這個數值是比較高的 而且防空的數值是比較高的 金皮的瑞鋒其實各方面數值都算比較低落 當然有這種Bug級的Claudia 它是假輕母和真航母 整體的數值航空耐久都非常的高 效率也不錯 這邊的戰鬥機跟魚雷機就3加3 金改的有4加3 總共7台 所以Unicon在輸出方面 其實就劍仔機效率來說 應該還比瑞鋒還要高很多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技能 首先1技能 每10秒會有特殊的航空攻擊 航空攻擊就是直接200x6的泛用魚雷 每10秒就有一次 但是基本傷害不夠高 大概就是輕輕道中雜魚 不用靠起飛 每10秒固定的航彈傷害 其實也算是蠻平滑的一個輸出 接著第二技能就是起飛後會開始回復 回復有分前排跟後排 我們看一下前排 前排是前衛最低的血量 它總共是回2次5% 就是2乘5等於10% 最低下降回10% 再來是前排隨機一個人再回5% 所以總共加起來10加5是總共回15%的血量 它是回復自身耐久的 所以瑞鳳的耐久越高 它基本屬性補的量也會越高 其實跟龍鳳是差不多的 再來是主力艦隊部分 就是回2%生以3次 總共回6% 也是挑血量最低的人去回6% 好啦 既然它是奶媽 那我們來算一下它的整體的補量是多少 我們拿出這張錶來看 以前大概都有看過 那這個一般的奶媽 其實就是一般依照對方耐久的%血量 還有依照自身耐久的%血量 像沃家龍鳳瑞鳳他們依照自身耐久去補%血量 所以獨角獸Claudia那種都不用說了 那我們今天大概恢復的計算量 取這個主力是7000 因為主力大概1萬乃至輕航大概4-5000 其實大概平均大概7000 那前排有驅逐到超選 其實Range蠻廣的 所以我們大概算平均大概4500到5000 好 我們這樣算 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這個單體補量 這種補7% 8%的這個依照對方血量 大概補到350-360左右吧 那如果有補到後排的話 可能可以補到490這麼多 那一般來說像我們這個沃家龍鳳 那是補自身血量的嘛 所以自身血量越高 它補的這個基礎的單體補量 都是過定的 所以沃家的單體可以補一個 可以補到347 因為它是1加2隨機嘛 所以乘以3體的話 3體的總補量都可以到1000 那龍鳳就是單體一個人補很多 可以補到918 乃過頭了 但是它總體補量也就是單一個人 那瑞鳳就是等於說前排總共是15% 那後排是總共6% 所以加加起來大概補的量在1100多出頭 但是單體補量可以到到最低472 那也有可能在隨機到同一個人 所以可以補到700多 900跟700 算是還算是不錯的一個補量 相對於這個沃家來說 那天一的部分呢 就是固定前後一名的一個人馬 不過它還有加一個盾 那個這個盾 其實你算總體的補量 其實大概有1600的這個質量 所以看起來像龍鳳瑞鳳這種補 個人耐久的這種補量 其實單體來說算補的很多 因為大概你前排大概要到6000以上 獨角色8%才可能補到480 所以假設你前排的血量沒有超過6000的話 基本上龍鳳瑞鳳這種補的質量還比較高 蠻適合那種血少的比如說驅逐清巡 這種補值其實算是比較好的 好再來看二技能 二技能其實簡單 潛水艇增傷10% 然後潛水艇減傷20% 這是對於潛水艇的這個部分 其實如果在整個開圖的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有需要潛水艇幫忙的話 其實這個算是還好用的一個傷害 跟減傷的一個技能 再來另外一個是自己 航空攻擊準備完成的時候 它就會增加我方的這個主力艦隊的傷害 8秒8%不無小譜啦 不過這個就是看你的那個 整個調食的這個時間差啦 因為它這個是輕航嘛 所以輕航的時間蠻快的 大概17 18秒 你慢的話可能調到19秒 配合其他的戰艦啊 其他的航母或是輕母 達到這個增傷的這個動作 再來裝備推薦部分呢 因為它這個輕母其實 基本上傷害航空值都不高 所以大概就是你取這種比較快 CD快的這種飛機讓它飛去 讓它回復其實還比較划算一點 那對控就是可以用軍艦盤啦 因為它裝點很高 可以減低這個攻速 然後設備方面呢 就是油壓嘛 那身邊如果你有對潛的這個需求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對潛機 因為這個角色其實大部分 比起拿去打15張 它比較更適合去打14張的這個反潛的這個作戰 因為反潛你需要蠻多的這個驅逐嘛 好那這邊我們就來推薦一下打14張的這個基礎 大概有誰齁 因為大概你需要驅逐去反潛 而且最近的驅逐其實實力都很強 從拉斐2啊莫加啊 然後還有這個居高高改 其實現在的驅逐變得非常的強勢 拿來反潛或輸出然後坦度都不錯 那瑞鋒補前排而且血值比較低的人 血量比較低的人相對補起來比較舒服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天鷹齁 因為天鷹固定是前後都會補 如果你怕後面被撞爆或被點燃的話 其實前後固定補其實蠻平均的 而且他也會上盾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大地 大地這個驅雜魚的能力非常的強 所以打這個時尚的道中應該都是蠻舒服的才對 所以瑞鋒相對於這個龍鳳來說補的算是相對比較平均一點 好那最後總結部分呢 因為這個瑞鋒現在是有活動 所以可以免費取得 那比起這個龍鳳來說 他補的這個形態補的質量其實算蠻平衡的 對於前排後排其實都有補得到 那其實可以去配合比如說像天鷹那種 前後都有補的 或是說你可以配合獨角獸 但是你獨角獸沒那麼多的話 你要拆的話就可以搭配其他的這個奶媽 來去做到一個比較均衡的補血 那比較適合他去打這個14張 因為14張需要反潛 反潛這個驅逐血量也比較低 對來說現在的驅逐蠻強的啦 都蠻強勢的 所以配合這種補值比較良好去補這個驅逐的話 其實驅逐的生存真的會非常非常的高 那比較缺點的部分就是他的這個防空能力 還有這個制控能力就是航空嘛 基本輸出也不高 所以你說你要拿去打15張 其實是不太適合的 反潛部分14張以下應該都還撐得住 那15張的話你可能就要再請別人了 像是天鷹啊我家這種 還是基本這種空母型態的 這種防空能力制控能力還是比較強的奶媽出來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啦以上是瑞鋒的介紹 那希望能幫助你 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